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我是河文瑶 我是宁波瑜 今天特别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请美女主播 波瑜来跟文瑶一起主持 因为今天特别来宾 非常非常特别 他是一位叶克蒙的专家 他之前是台大的医师 他说当医师 当然照顾病患 他基本变成一个最典型的饲料机 因为没下太阳 不过这次他很厉害 他可以在20小时当中 横跨了380公里 从台北到高雄 骑单车把它征服了 现在他有全台湾最厉害 黑鸡丧的称呼 对 人因梦想而伟大 人因意志而坚强 在这边我们要邀请的是 台北市长柯文哲 市长欢迎您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市长刚到现场的时候说 他这几天在过年真的很忙 我们每天睡眠都有点不太够 还OK吧 市长 还可以的 就像是您充满了毅力跟意志力 突破这个北高双城 骑单车的这个壮举一样 没有那么困难 真的 真的没那么困难 博文好像自己骑单车吧 我觉得这市长长得太简单的感觉 我也有骑 可是我骑大概一个小时 我就受不了了 不是 因为你先想说这很困难 所以时间到你就觉得 这自己就停下来了 你要是把这个限制先不把它拿掉 就不会了 这样吧 你就认为这我没有问题 我会骑到 那就骑到 市长 我们带你来回顾一下 当初你完成了壮举 我们来看袋子 清晨四点半 柯文哲一身单车专业服装 走出大门 即将要展开白领长征 他有睡好吗 其实我最后吃一颗安眠药 是 有做梦吗 对不起 做梦就行了 半个多小时后 他就出现在关渡宫 尽管吃了安眠药住眠 看来依旧神采奕翼 只是神情略显焦急 毕竟挑战一日北高 时间真的很紧迫 不渡卖嘛 不单独照相 不受防 哎呀 忘掉了 还有最重要要准时离开 常常就是照相要排队 哇 这就惨了 照相照完已经半个钟头了 原本说好不合照 但有民众热情到一路 跟着他到厕所 也让柯文哲原则破功 可以吧 排队趁排队的时候 趁 单独合照的 这场单车长征 其实也是场非典型服选 一早就有好几名 立委候选人簇勇出发 柯皮加油 来到台中 柯文哲已经热到把车衣拉链拉开 露出里头保暖卫生衣 柯皮总算能喘口气 但坐下来吃个香蕉喝一水 赶时间马上又要离开 我们吃一点才能喘口气 来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这个要砍到高度没那么准备 谢谢 谢谢 再度挑战体能极限 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完成一日双塔 富贵角 祈祷鹅鑽笔 才是终极目标 市长请问您看这一段过去完成的壮举 你现在感想如何 没有什么感想 那你看到镜子当中 那个电视当中 自己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把它骑完就好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 因为其实市长你不是什么专业的选手 但是为了要骑这三百八十公里 之前有没有做什么准备 有啊 他们就给我架了一个 一个脚踏车 反正 都说每次要练习也没有时间 因为那个 常常他们说要开始练习 公文还没改完 然后上去踩一下 他说这个下一个星辰到了 做完了 所以最多就是骑一个小时 所以就是这一台陪着你完成了北高双城吗 对啊 对啊 是这一台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check一下 就是这一台的话 那有没有因为您骑过之后 现在功能还不错 好像还可以 还可以啦 还可以用 还可以骑 还可以用 还好的 那今天工作人员好像就是我们 世大运的实习生 对啊 吉祥物 吉祥物 市长这谁吉祥物 你满意吗 还有改进的空间 真的 不是 我说作为熊是 有点胖 就是说熊太瘦 我说这个看起来就不知道 运动的熊 他说熊太瘦了 就不太像熊 我不晓得 我还在研究 应该还可以改进 市长这台车子当时有陪你做练习 对不对 也陪你增加北高双城 对啊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装置 让你可以永远找得一名 没有 让我特别装置 就是这样 完全都是一般的这个车子吗 对啊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而已啊 这个叫 反正就是普通的车子嘛 反正 坦白讲我也没有什么挑啊 人家节安课借我 就拿来做 就这样 这也算是帮他广告吧 不晓得 市长 你坐在这里的时候 一般我们说男生穿车裤 我看过你之前的书 你说你都不习惯内裤脱掉穿车裤 我现在已经不得不走 因为穿内裤在骑到高雄保证破皮 都那个稍当对不对 当时骑的时候 有怎么样特别的处理吗 就樊士林涂一涂 所以你也破皮了这样吗 有啦有啦还是有破皮 樊士林还是要涂啦 不涂会破得更厉害 听说骑完是屁股最痛是不是 不过我一般前几次骑到云云的事 后来骑到高雄那次反而最痛是右手 手 撑住的力量 因为你骑脚踏车 我们又不是那个只有你一个人在骑 在马路上一下红灯绿灯 还有卡车跟你争到 所以变成 你是全程贯注要骑嘛 但是问题我们家 我们是右手为主的 所以你骑的只要是右手要用力 所以我到高雄一下车的时候 骑过来什么最痛的是右手 因为他都没有动 是这样吗 拖住 因为你握车把 马其实发现才是右手用比较多 左手用比较少 脚就反正一直在跑嘛 反而手是 这样住 市长你戴眼镜你近视 骑车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处理一下 没有啦就这样 近视是看远的 我现在是老化眼 反而看近的眼睛拿下来 可是骑小踏车都15公尺以前看路面 所以还是要戴眼镜 那我们刚看了画面你是跑第一 没有人帮你破风 没有帮你开路 你怎么那么厉害 破风 你要破风要离很近 那太危险了 我安全的考量 我觉得反而不要 因为你要 你如果拉到五公尺六公尺 那个效果就没有 你要再贴着开嘛 哇 这贴着开 我后来想一想算 我一定可不要 因为你这样贴着开 我们又不是那种职业队 到半途 他一煞声 你没煞就撞上去了 所以后来 为了安全起见 为了把安全系数拉高 我就不要 我就说我前面不要有人 那你骑这么久 有时候当然旁边都没有声 都可能都在你后面 那当时你应该有听到 自己的心跳声 那时候你在想什么 哪有时间想 跟路面都来不及了 你时速30公里 然后有红灯绿灯 然后还有一大堆十字路口 其实在台湾骑脚踏车很痛苦 那怎么说 那个 发了脑力跟体力差不多 所以是没有人帮你开道的 没有 这个你前面 真的你看到红绿灯要停 还有上坡下坡 还有你要 你上坡上下坡还要换档 所以整个 所以 我们在台湾骑脚踏车 环境还是不好 它不是纯粹的运动 它真的在发脑力 市长 网友说 你这么厉害 可能有特别 除了经过训练之后 还有吃禁药 真的有吗 没有吃什么禁药 我是医生还吃禁药 说的也是 或是什么排酸药 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相信它 对 那还有人质疑说 怎么可能骑平靶 也可以骑到高雄 要不然要骑什么靶 没有 因为平靶可能 比较不适合长层骑成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窄的你知道 我后来想过 窄的是他们公路竞赛 那是很短的 你真的骑长的 还是要开宽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很窄 其实你要很用很 变成要很用力 才能够控制那个 因为你这个力矩 长的话比较轻松 窄的话 那个要很用力 如果这个路是很 就是一条路 一个竞赛跑道 让你跑 那当然是可以很那个 在台湾 我们走那个滨海公路 真的 那个卡车 有时候突然把一个卡车出来 然后有一个那个 也是另外一个阿伯 这个摩托车这样过去 差一条 所以骑 我跟你讲 真的 我们那个是很烂的 骑脚踏车的环境 其实我也很想骑 可是我觉得 我没办法骑得这么久 第一个肚子会饿 屁股会痛 肚子饿吃就好了 不会啦 这个我跟你讲 你开骑到一阵子就不会饿了 要习惯是不是 不是 一累就吃不下去了 对 就是剩那个意志力 毅力坚持而已 你饿下去就 饿下去 连吃也吃不下 连水都喝很少 都是被人家强迫喝水的 所以市长 你好像为了这一次的 这个北高双产 你之前曾经环岛过 对不对 很久 2013年 2013年 2013年2月 很久以前了 环岛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我们 台湾什么地方风景漂亮 还有你什么个人的想法 我走过九天 最漂亮应该是花东 花东重骨 从台东到花莲那一段 那一段最漂亮 而且我记得你的书上面还写说 你走花东那一段 你还特别给我们台湾有什么想法是不是 那是走苏华公路 苏华公路 那有很多想法 什么想法 苏华公路是这样 第一次我们要环岛的时候 我说为什么要逆时钟转 不要顺时钟转 理由 为什么 他说很简单 他说你如果你要顺时钟转 从台北出发 第一站就要爬那个北域公路 是 他说你一出发就开始走北域 走到那个最高点 前面十二小时都在爬坡 大概爬到最高点 就有一半人不想再玩家 没力了 所以走这边的话 他只有爬那个龜山那一段 比较短 再也就大部分都平地 到要过南回才开始爬 所以你有三四天的时间是在平地在适应 所以有时候这个叫adaptation 就是说你要适应 所以环岛的话 如果从台北出发点 一开始走顺时钟 你就是第一天就很累 是 走这边 他有一个可能重要的观点 叫click point 那个叫做危险的点决定群局 走苏华公路 到底要靠山还是靠海 其实靠海比较危险 靠山比较危险 为什么 因为石头会掉下来 你第一个靠山是会掉下来 另外一个靠山 它那个山旁边是有水沟的 路那个有水沟 所以你跑进水沟机会比较高 所以是这样 它有很多 它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我们脚踏车反倒要逆时钟转 它有几个理由 它说反倒最危险就是苏华公路段 苏华公路段要靠海会比靠山安全 我说为什么 它很简单 它说我们出发要过苏华公路那一段是假日 假日 假日的话 从台北 我记得那我们是礼拜 应该礼拜六 礼拜六那一天的话 从台北到花蓮的多 从花蓮到台北的少 所以车大部都在那一边 可是如果你是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预计要九天 九天你要请假最少天 一定要礼拜六出发 快个周末 中间五天是上班 前面两个周末 所以变成你要走苏华公路那一段 就是要到 就是时间就被卡在礼拜六 礼拜六的话 你就要想说礼拜六的话 在苏华公路的车大部分是北往南 南往北的比较少 还有落石在这边 还有山沟在这边 它很多理由 所以我后来 这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战略 就是说一件事情 你知道你看看完全局 你要先决定critic point 就是那种要害点在哪里 转折点 要害点 要害来决定全局 常常不是全局去决定要害 所以为了这个返岛 为了最危险那一段 叫苏华公路 所以为了苏华公路 一定要靠海走 因为时间被钉死 所以为了苏华公路 要靠海这边走 所以变成要去决定全局 当然另外一个是说 你第一天就爬那个北移就没力了 所以那个真的有设计过 有些战略理论 第一个逆时针走 第二个苏华的时候 一定要靠海走比较安全 因为逆时针已经靠海了 我们是靠右边走 市长好像您今晚骑单车很了解 很上手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目标 对不对 一日双塔 对 什么时候要吃 最北的富贵塔 富贵塔到苏卵比 你什么时候要开始进行 我心里面一直在准备 心里面准备 实质上我在准备吗 我能够准备也是每天骑一个小时而已 常常骑也骑不到 可是你不是说你睡眠不够 怎么还帮我骑一个小时 就是因为要骑这一小时 睡眠够不够 幕僚有没有帮你安排 什么时候你要挑战这个行程 我正在思考 正在想 没有 这是这样啦 这个要心理准备 有时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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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准备 其实也是思考 稍后来我们再来看到 这次客户的市场 还特别到日本东京去取经 为什么呢 因为世大运是奥运之后 第二大规模的运动赛事 那么世大运你也知道 大家都很关心 包括了可能大巨蛋的问题 包括选手村安置的问题 还有包括后续场馆的问题 还有大家现在最担心 最关心的包括过年交通 葫芦 葫芦 甚至是市长下一步 有什么计划 我们稍后回来 为了迎接2017的这个世大运 葛文哲市长 日前才从日本的东京回来 市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东京其实是很有经验的 那世大运当然是 只许真功不可失败 您目前能不能帮我们先解释一下 就是大家很关心 就是说大巨蛋现在 势必就派不上用场 会在台北点进场 人们说这个地方太多了 人没办法放那么多 您怎么处理 就不要放那么多就好了 很简单啊 它只能装两万人 你就装两万人 所以我们这个变成形式要改变 所以应该说主场馆 那也许在台北市 我们找一些广场 把大萤幕架起来 大萤幕还是小萤幕 就是说 当然你要提供一些诱因 比方说巴菲 抽奖 歌星 所以从一个点的欢乐 变成全程的欢乐 所以有时候 上不转 路转 路不转 忍转嘛 解决掉了 所以我听到好消息 参加市大运的活动 还有巴菲 还有演唱会 可以看哦 对 还不用门票 不然你一定在 不然你就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了 我如果把你骗到 什么一个广场来同范 一定要提供巴菲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抽奖 是不是要拜托张飞妹 来唱一下 太棒了 对啊 解决掉了 对啊 你看我们吉祥 都高兴成那个样子 吉祥 为了要跳一段 他智商没那么高 博士长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大巨蛋在这个精华地段 那我们看到他掉在那 对啊 会解决 已经在想 大概最近会有解决的 会有解决方案 那如果说解决掉 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比赛过程当中 也许还有所谓疏散的问题 这个部分你怎么计划 如果在大巨蛋要4万多 那压力就很大嘛 可是你到那个 田径厂那个只有2万人 压力就少掉了嘛 其实台北市的确要疏散 一个场馆你看 我们一个跨年 你知道要疏散几十万人 就已经搞得 所以坦白讲那个地方 其实最大问题还不止在公安 交通也是很头痛 所以这个 反正这些都慢慢有解决方案 交通待会我们要特别聊 因为过年 不是想再问另外一个 因为最近国际上面 也出现很多恐怖攻击 到时候 我们本来的时候 这个部分 你帮我们做什么样防范的措施 有啦 我们其实已经第一次 这个叫桌上演习演过一遍了嘛 所以在未来的时间内 因为台湾基本上 以前还是一个安全的国家 因为我们在国际上 也没有 也没有抢出头干什么 所以人家也没有把他当目标 不过是这样啦 无事敌之不来 事无有以待之 所以我们有第一次 有第一次桌上演习过 那就发现很多问题在解决 会再一次 那我们大概 我们到时候会有十兵演习 我都有记得 我们今天好像有一次 台北北区五线市 同时的防空演习 所以说透过一次又一次 慢慢这样 每一次演习一定发现问题 再把它改一改 再演习一次再改一改 所以从现在一直到 世大运 我们会演习打什么 会蛮多次的 太好了 市长你刚刚提到交通问题 这几天可能过年 又漏风 大家都想说坐车较好 所以造成塞车很严重 我们也知道说 你推出这个所谓交通CPR 检查都出动了 我觉得其实有比较好 可是好像没有 真的完全改善 交通CPR就是先应急 我也觉得 就是这样 今天早上 我被访问的时候讲过 未来五年台北市 不会有新的捷运路线 也不会有新的道路出现 所以未来五年台北的交通 如果要改善 纯粹是管理 管理 其实这样 就是说任何一个 比方说交通阻塞 它不会是单一因素 比方说太冷 下雨 过年快到了 为什么今年的过年特别 因为我们这次选举 有压缩到一月十六号 所以很多那种尾牙都很后面才办 所以送离或是尾牙又压缩到很接近 所以很多因素加起来 还有当然是国际汽油下降 整个台北市的车量有上升 大家便宜就开车 所以很多因素 所以你要解决也不能 不要幻想用单一因素解决 所以我每次讲说 就好像我们在处理那个 蒙甲公园那个街友 现在叫街友不能叫游民 你想想看 那个以前怎么会失败 要不然就单警察局去 不然就社会局去 每一个都不会成功 可是你把它全部凑起来 每一个都做一部分 同一个时间一起上 然后坚持一两个月 它就幸福改善 我想我们如果要解决的话 我想用内湖来试一试试看看 就是比方说内湖有很多交通问题 有哪些可以解决的 然后一起上 就好像文湖县 以前是86秒一班车 你给他骂一骂变80秒 再骂听说可以加到72秒就一班车 越来越方便 不是 它班车会变快 这就是说常常是说 常常是这样 你跟他讲说 难道没有办法 他开始脑袋开始挤 他就 他从来 他以前都说85秒就极限 他不会 可是你说真的只有极限吗 不行吗 再想干 他想出办法了 他是一样嘛 就是说每一个 所以意思就是说 打每一个动作都 Multiple procedure 就是好几个一起上 才会改善 所以我想台北市交通最后 还是要用这个方法 就是说你不要幻想 单一因素可以解决 一起上 这个当然就要把很诚实的把问题一条条垒出来 其实交通的问题除了世大运或者平常时间都很重要 其实博鱼跟我都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时候世大运结束了之后 我们有一些新的场馆 对不对 包括我们新盖了一个篮球场 篮球场跟网球场 那一般都觉得说你活动举办完结束之后 可能就变成文字馆 不会啦 这个台北市现在还很缺少这种演唱馆 所以网球场跟篮球场 所以我们在世大运之前就要做OT出去 就开始要找 应该是想是说 我要怎么用 现在就要想好 可是世大运那段时间借人家用 用完以后马上就有那个 台北市的网球场人口很多嘛 所以说你那个变成网球俱乐部的经营 他就没问题嘛 那个篮球场也不会只有当篮球场 他一定是演唱会什么都 就像我们小巨蛋 我们小巨蛋他理论上他也是一个 也是小巨蛋真的在用在 用在体育场 体育赛事也不多啊 也是 大部分都在演唱会啊 交通 你也携脚踏车我也携脚踏车 对不对 最近大家觉得说 像市场我自己在看新生南路 复兴南路 那个旁边的路 坐起来真的是蛮漂亮的 陆续在施工当中 可是有人说 为了给脚踏车做了这个 是不是影响台北市的交通 你怎么看 这个也是老实讲 我最近去日本 你有去日本住过就知道 日本的马路更窄 可是日本的马路都 为什么车子转来转去 好像都蛮顺的 他没有路边停车啊 路状就是这样 我们就常常是这样 他马路四线道 先给你施工 再吃掉一条道路 再围停 要吃掉一条道路 我跟你讲一整条线你知道 你只要上面两台围停 那一条路线就不通了 所以四台就变两道 所以很多很多这种东西 其实日本的道路 有去日本观光过我们就知道 日本的道路比台湾还小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交通阻塞 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我们 所以表示说我们那个叫道路 道路的交通管制计划 我们还在更严格实施 所以以后 像我昨天交通CPI 地牢就先规定 干道不准围停 这个先处理掉 就是说 因为你整条马路 一条车道 他给围停两台 那条路就泡汤了 还有那个路口不可以挡住 为什么 常常就是超过那个停止线 他可以伸出去 搞两次那个 吃路口就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 在未来五年内 既然台北市没有没有新的捷运 新的道路出现 新的高架桥出现 所以变成五年内 我们是用软体的 Software管理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 有啦 这个 年假有九天可以好好来思考 你九天当中应该还是很忙吧 一样啊 每天工作 没有想要自己休息 找个时间休息 我休息反而会生病 我的经验是每次休息就生病 那你除夕的时候 就要跟柯爸柯妈吃个饭 对啦 一定要回去给我爸爸妈妈看一下 你初一就开始上工 翁翁翁了嘛 初一早上六点假回到台北 八点假去廟里面站着 当人行立派 你一天要去跑几个廟 他们两天给我排十九个 不过听说还在家 我不晓得 十九个 市长 现在去日本东京 除了刚才您告诉我们说交通 还有施大运的经验之外 长照也你很关心 对不对 日本是全世界老化最快的国家 日本现在 日本 那就是说 其实有个概念 日本跟台湾 为什么我们说 我最近遇到东京都市长 东京都的那个 他们叫知识 还有一些日本的政要 我跟他讲说 像我是流美派的 我们是在美国读书的 可是美国的社会形态跟台湾差很多 所以有时候我们学的那一套 回到台湾不适用 随便讲一个 美国交通主要是用公路 台湾那边用公路 所以日本那种铁道 就是他铁道很密集 他跟我们形势比较接近 所以日本在很多方面 反而是比较值得谈学习 因为他的社会形势 人文地理社会比较接近 日本大概是现在全世界老化最快的国家 我们不要高兴 五年后 他们说发生在日本的事 五年后在台湾 五到十年在台湾就重复了 我们台北市人口大于65岁以上 人口超过14% 是104年1月 我们再过五年 大于65岁也达到20% 再过五年 我们台北市每五个人 有一个是65岁以上 20% 日本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所以日本 所以我们去看就先看 日本现在应付这个问题 他怎么做 当然我们不是全部照抄 有时候这个叫 人家说有先发优势 我们台湾有这叫后发优势 日本先搞 我们看他怎么搞杂的 搞好搞坏都是 不要重蹈覆车的意思 做得好我们学习 做得好我们散掉 所以有时候仔细看日本在干什么 我们还有五年 所以我们再来去看一看 我就可以思考说 未来我们五年要怎么准备 市长那你思考过后 你觉得优点在哪里 我们可以学他什么 还是 我想像比方说 美国老人常常是安养院 大规模安养院 台湾人谁会去不喜欢住 大家都不喜欢住安养院 喜欢住在家里 对 他喜欢在家 所以台湾的安养一定 比美国那种大型机构 年纪大了 大家就把原来的房子卖掉 然后去住安养院 这个在台湾还是不会流行 台湾还是会在家 所以在家在家安老 社区化在家化 这样就变成你那个 就变成你那个 要让社区的活动中心 老人活动中心 或是说整个加一制度带进来 我倒觉得我去看一看 那天看日本 他大概有些模式在进行 我们是可以看 但是我觉得也不接得百分之百照超 但是比美国的有参考价值 但是安老那个态度就不要 美国人都说年纪大 大家全部去老人院集中 有一次 但是我去看一看 我去看一看说 哇 这老人跟老人 要是我老的我一定不要去 你也不想去住安养院 我宁可跟年轻人小孩子玩 老的看老的越看 越老 越老 所以美国文化我就不喜欢 老人院看一看 我说不要 这个是日本的优点 那有没有什么缺点 你觉得我们一定要想过的 日本的缺点 我倒没有看到 当然医疗费用一些制度 他们也医疗费用蛮高的 但是我们还是有些 我们可以 我倒觉得大部分日本 他也是跌跌撞撞 他目前还可以存在 大部分都是还是好的 那不好他自己也会修掉 是 我们只是看说 他目前这样做 他以前经过历程 还是要看 还是要check一下 他以前干过哪些 搞杂的事 也要研究一下 市长再问你一个题外话 葫芦侯你觉得有漂亮吗 我也知道 这就是 有个网络的笑话 他说 没有最愁只有更愁 你说葫芦醋最愁 有人说像鸡啊 有人说像你是 不是 我是这样 发生 但是不过是这样 这个我后来转念一想 这叫反败为胜 第一他还没推出 你知道 他已经造成话题 对 实现轰动 所以保证一定很多人去看 那你就会想说 好吧 既然那个已经这么丑了 你知道 所以这个表示说 观众期望已经很低了 所以我们只要 我说每次说满意度等于 实际值除以期望值 这个期望值很低 所以只要我们 那一天比方说动线做好了 或是说你去的时候 我给你脸扫一下 你的脸就可以贴上去 让你开始搞一些有趣的东西 苦手的东西 还有机会反败为胜 我刚才讲说 我说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来弄个反败为胜计划 有啦 他们那个小朋友 已经在思考了 市长 听说你之前在高中的时候 音乐课被当 四个学习被当掉两个学习 那为什么被当 我怎么知道 这个就好像人家问 你为什么数学被当 也很难回答 这个没办法 当时音乐细胞就是不够 第一个就是不喜欢 不是啦 这个是这样 这个要怪我的老师 他说你每一科都是全校第一名 为什么做音乐不好 这个是这样 人的十个五个指头 也没有全部等大 他说 老师就很不瞒了 他说你每一样 都是不是全班第一 是全校第一 甚至我们新竹中学 好几届的第一 为什么做音乐不是那么好 这个就这样 你越骂我那个叫胃口越差 后来就干涉 世序惺惺的 不是啦 后来就不理你了 那后来你为什么会喜欢唱歌 像去年跨年晚会当中呢 你唱的实在是有点辣拍没有错 可是后来你就搬回一层啊 没有啦 我哪有喜欢唱歌 我都是被幕僚逼的啊 可是你知道你那一段是收视率最高的时候 因为大家看我出仇很好玩 所以唱得好有讲 唱得烂也有讲 所以这个社会是这样嘛 就是说我长得很漂亮 跟当老师一样嘛 谁样的学生你记得住 成绩最好跟那个成绩最烂的 中间的都记不起来 我那天收视率高 因为是唱得太烂了 所以大家都记得就这样 我下一次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为什么 太丢怜了 这个太拖大 我就把那个幕僚都骂一顿 我说我可以不知道 你们不可以不知道 你要知道 再在舞台上你知道 那个配乐你是听起来更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是对 音乐是对那一边 它不是对旁边的 所以那个 而且奇怪 那个平常听的那个配乐 跟那个竟然会听起来 突然变得不一样 所以抓不住那个起点 从来一遍你知道 我就应该把那个卡拉OK先弄出来 好歹你也跟乐队要 要配合 要什么 那个叫彩排 对 太拖大的 这个也没有彩排 乐队是谁我也不知道 指挥是谁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上去就唱 这个意思 OK不知道 但是我幕僚竟然不知道 该死了 博市长给你预告一下 待会你也要唱歌吗 我又要唱 我的要求一定要卡拉OK 一定要配音 都唱好了 都OK了 不过待会要唱歌之前 我再问市长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常在播新闻 都觉得市长实在太特别了 跟一般政治日务 其实不太一样 这次你到日本去 你遇到巧下策吗 有没有觉得他像是你的镜子 或者是他算是你的follower 你感觉怎么看 不会啦 他以前就是电视名嘴 他是电视名嘴出身 他是律师 电视名嘴 很高知名度 一选就赢这样 有相像的地方 相像的地方蛮多的 他一个很大的特色 他有一个策略 他也是不想讨好每一个人 所以他跟我讲说 他在日本还被骂说 是日本的希特勒 我跟他讲说不要那么难过 希特勒也是靠投票上台的 不是靠政变的 所以你不怕当希特勒 不怕员工很怕你 不是很 不是说不 我们也不希望那样 能够避免还是避免 像今天好像你也提到说 台北交通不好 可能要再处理一下几位交通首长 没有啦 没有没有 这个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吧 不就是这样嘛 这有时候长四度的压力 会促使学生更用功嘛 那我们稍微休息 就像市长用功一下好不好 待会要唱歌 这个歌曲呢 可能在电视上 从来大家都还没有播过 稍微来 欢迎你回来 2017年的世大运是仅次于奥运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事 那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台北街头当中 已经慢慢看到世大运的影子 对不对 对 那我不知道市长要不要说说看 如果说这世大运当然举办的时候 我们会很开心 那举办完之后 怎么要把台北市变成一个运动风格的城市 其实我们像我们比方说我们台北市每个 我们这次有22个比赛项目嘛 所以我们要求每一个局处要赞养一个嘛 那你们就对啊 去宣传吗 不是啊 比方说你要去服务啊 去什么 还有我们慢慢也让 让那个鲤 台北456鲤嘛 我们家人目标让每个鲤去赞养 赞养一个运动项目 比方说 那个运动项目要人去当观众啊什么的 对不对 你让他关心嘛 其实老实讲 运动 像棒球我们都知道 篮球规则我都还不太清楚 网球规则我根本不知道 反正会上场打就好了 不然啊 你总要知道规则吧 所以有时候透过这种叫参与 认识参与 你去看比赛啊 去听啊 什么 这是第一步啊 所以我们让 意思就是让每一个人加进来 全民参与 全民参与的话 他自然对那个运动了解啊什么 他就比较会去关心那个 才有办法骗他来运动 参与之外第二步是什么 参与的话就我们场馆也有嘛 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像我们小学 像比方说 其实蓝牌讲台北市可以用的 不是公务员就学生嘛 所以我们小学到SH150 就是说要求每一个礼拜要运动150分钟 这个就是行政命令嘛 再来我们那个 我们要求我们那个国中国小高中 各种球类联赛嘛 就开始推嘛 从学生 就是让每个人都去打打球啊 所以我们这样的运动 比较不会采取精英主义嘛 不是说我这明星 明星学校明星队 我们希望说 全民运动 每个学校都有篮球队有棒球队 这个怎么办 很简单啊 到时候我们开始变成校长的考试啊 有啦有啦 我们就是透过这种方式 一步一步这样推上去 是 这样推之外呢 您觉得将来因为办这个体育赛 是台北会有怎样不同发校的转型吗 其实人家说我们那种大型运动 最重要还是激发城市光荣感 对一个城市的光荣感信心 所以人家说韩国崛起 一个很大的理由是奥运跟足球 他办过奥运 再办那个让整个韩国坏之后 好像很有关系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啦 像透过一个大型运赛 大型运动凝聚全民的共识 凝聚这种信心啊 光荣感啊 当然硬体建设顺便处理 很多时候 所以韩国认为是奥运跟足球赛 对韩国后来的发展很有关系 光荣感因为体育赛事的push 您觉得还在增加什么 我们台湾也好台北市也好 会更有光荣感 它带来一点喔 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怎么讲 以前有意识形态蓝绿嘛 可是你球类比赛的这种运动 它是就跨越意识形态嘛 所以有时候 所以另外的角度叫社会疗愈 因为在打棒球当中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就会说你是哪一党的 不会吧 所以有时候社会疗愈的作用 还有社会疗愈的作用 就像我们看中华队棒球赛一样 就像莫名的成就感 认同感 那种认同感 所以有时候这种光荣感 认同感当中 在某一个程度上 也弥补了台湾社会分裂的问题 其实台湾 台湾一直我一直 台湾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这个是不管怎么样 它毕竟还是存在 但有已经少很多了 至少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当中 让我们蓝绿意识形态堆立 慢慢再降低 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有一些 所以也许在透过一次又一次 跨越蓝绿的行为当中 可以把这个再减少 你刚刚说一次一次跨越蓝绿 是用透过选举吗 不是啦 不是透过选举 透过跨越蓝绿的动作 像说运动它是跨越蓝绿的 像民生议题 这当然很多 不是 就是说有很多这种跨越蓝绿的活动 的过程当中 让大家去忘掉说 我们两个是不同党的 他只看这个 也许可以在一次又一次 后来把它称作叫 社会疗愈的行为 是 市长 说到光荣感 认同感 疗愈 我们很久没有见到年太太陈佩琪 那当这些年来 他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也蛮多话支持您的 可是最近都没声呢 怎么会这样 因为 因为 因为他还是很忙 忙着洗衣服煮饭 忙来照顾你 没有啦 他还是小科医生 他还要 还要 还要当医生 如果你儿子在小学 小学念书 搞不好那个体检老师就是 体检的医生就是他 是 他还轮到去 小学生做体检 什么的 还是很忙 那市长一天可以跟太太 讲到多少话 很少 我昨天回去发现他在睡觉 都没说到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 他有起来泡牛奶什么 然后我走了 猜他又回去睡觉 您当市长或者是做了一些政绩 当然有时候媒体会比较 费问您这边吗 夫人怎么看 不会啦 他知道我一定 不是啦 是这样 把每一个批评 视为进步的一个动力 这样讲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都已经 对这种批评 我都蛮正面态度看待的 你们两个都这么忙 怎么样 彼此还是保持热度的感觉 讲电话吗 还是 从来不讲 很少讲电话 那你们都没有接触 你结婚多久了 还没有结 所以你不会了结 人家说 少时夫妻老来伴 你年纪大就知道了 婚姻到最后越来越平 君子之交淡如水 都没有激情喔 不用啊 这个跟朋友一样 好朋友一样 所以你说 你说你一时间还没到 后边又不会完结 那你们怎么处理吵架的事 好朋友就不太会吵架了 因为第一点 大家都知道什么要闪掉 什么要闪 什么一定要闪 比方说只要对方 这个阴调开始提高 大家知道 连接到 发现到 危险讯号 要闪掉 还有呢 还有就是 一样啊 忍耐啊 是你忍耐还是他忍耐 互相忍耐啊 对 还要视而不见啊 所以大家都假装 那个 有冲突的地方都知道 要视而不见 反正你结婚久就知道了 市长 那就正一年来 先帮我们讲你最高兴什么事好不好 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天天都很高兴 应该是天天没有什么不高兴 不高兴就骂一骂就算了 我不管怎样 我只要睡完了 第二天就好了 重新 我每天都renew reset 真好 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是 做得很好的 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 不会啊 成就 我常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以前当医生也蛮杰出的啊 当市长反而没有那么杰出 我当医生还是说 所有医生里面最厉害的几个 当市长也不见得是 所有市长里面最厉害的 您觉得你当市长没有很杰出吗 可是大家都跟你比赞不是吗 这个哦 这个就在我跟你讲一个概念 当五百个人围着你 在跟你说动算战的时候 常常一个人就euforia euforia叫做 euforia中文怎么翻呢 就是说就是那种 觉得很高兴 被incorse 迷失吗 事实的真相 支持你呢 就只有那五百个 你的意思说 旁边人可能跟着起哄就对 常常支持人就在你旁边 哇 起六战啊 讲一大堆 当旁边 当你旁边围绕着五百个 在说你棒的时候 你以为全世界都在支持你 错 旁边有五万个在说不好 就只有那五百个支持你 因为那是你的基本忠实粉丝群 因为他不习惯你 他也不会跟你讲话 所以你要有这种心态的话 就不会有什么高兴的那个 就是说这个就是 人家说你好 也不过只有 my priority 一个很小数而已 所以你认为说 唱歌当然在跨年晚会当中 可能唱得有点辣拍 只要是要再把它重新唱过 克服之后 就一切都不是问题吗 也不是说克服啦 那个你不要老是讲 那个让我伤心的事 有吗 好了不要讲 我们就像是市长 那一年多丢人你知道 我都觉得我气都气死掉了 虽然收视力很高 但是收视力越高越越痛苦 我想到每个都知道 把我出球的样子 可是那一段一直不在网路上 一直不在重新 对啊 所以每天 所以是这样吧 干得好 大家知道 干得很烂 大家也知道 就是这样 那今天你要唱哪一首歌 我随便来 原始定我唱什么是唱什么 讲一个 那个我会唱的就可以了 讲你会唱 那好像听说你在挑歌的时候 跟幕僚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是不是 我每次都挑 你叫我挑的 我不是奉飞又叫邓丽君 结果幕僚就说老板 这些人都已经死了 真的啊 而且已经过世很久了 你必要唱这些歌吗 我说没办法啊 这叫代瓜啊 这个是我们时代最热门的歌星啊 是 你一般都唱什么歌 我想要不是奉飞又叫邓丽君的啊 也许再加点菜琴的吧 那个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啊 所以这次逼我唱什么是 傲人 傲人 我唱这条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 傲人就是当初 看你老会那首嘛 我跟你讲 我从来不晓我这首歌 你帅邀请的 就被逼到 他就拿一个 就是那个卡拉OK 每天叫你听啊 就这样 听到听了二十次以后就 练了几天 也没有练几天啊 就反正他就这样 每次这个要回家途中 那个随父就把那个iPad iPad就打开 按下去 叫我就开始听 所以你是很好的长官 你很配合啊 我很配合啊 我如果没有很配合 怎么会在这里 就是很配合啊 他们要你做什么 你就必须做什么这样吗 不是啊 我是2015年全台拍片量最多的影星啊 昨天你说好 针对了四十几个媒体 每个都给他说新年快乐 对不对 讲到最后十多块打结 那当然今天节目中 你一定要去帮我们讲一段 讲不一样的哦 没有啊 这个 要讲什么 祝这个民事挑战新闻的观众朋友 新春如意 这个挑战成功 那可以了吧 只有这样哦 那再加一个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只有这样哦 来点不一样的吧 不然就认真的过每一天 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是快乐的过每一天 就只有这样啊 这样你们满意吗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了啦 如果不行的话呢 当然还有加码 就唱歌 唱歌 今天我们刚才已经设定好了 就是请市长唱 你们在电视上都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 不过是邓丽君的歌 在水一方 我市长等一下 市长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在水一方的歌词是什么 因为这首歌你很拿手 我印象说歌词是《诗经》里面的歌词 诗经 那什么意境 那个喜欢就好 何必 就好像一个女孩子 喜欢就喜欢 男人一定要分析说 他是因为哪一点我才喜欢他 哦 你先不要让他通过好嘛 好哦 不然就鼓声鼓励一下 好不好 我们欣赏市长这首 在水一方 我们欣赏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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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市长 欣赏市长 我们欣赏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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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在睡中煮你 市長的音調評优独很準 你的評优非常準 沒有落拍音準都是準的 這樣很棒 怎麼會音樂沒考過呢 稱讚她的時候 他有點不好意思 好柔軟 那是老師有問題 來賓請掌聲鼓勵 市長 今天我們特別節目的尾聲 我覺得我跟博弈 都還有一個夢想 有一個想法 想跟你一起完成 什麼 你跟你作為來唱一首歌 不會 這首歌 雖然說你不會選擇 但是大家一定都聽過 反正待會兒會有那個字幕 然後也會有辦唱 反正我們兩個辦唱 我來 理一下 這支你唱 你那個歌我好像沒聽過 應該沒有問題 今天我們也挑戰了市長 似乎他完全沒有聽過這首歌 不過這首歌就智慧之光 地灰的庚台語歌 地灰的庚 地灰的庚台語歌 我聽起來好像那個基督教 那個什麼彌撒曲 我知道 真的嗎 到時候在唱的 那導播我們就把它play下去 那麼在這個地灰的庚的歌聲當中 就謝謝所有觀眾朋友 收看今天挑戰新聞的特別節目了 也謝謝柯文哲市長 市長最後最後 有沒有什麼話跟大家再叮嚀一下有沒有 新春快樂 萬事如意 要認真的過每一天 快樂的過每一天 真的 謝謝市長 智慧的光 太棒了 沒聽過看了兩句就會唱了 在我面前是智慧的 美麗的黑色階 又照來流著 快樂的無光 加油一雜送快樂的智慧 智慧的光 這首歌智慧的光 要謝謝柯文哲市長 跟我們一起挑戰 也謝謝你的收看 這個第一次聽到耶 對不對 回去可以再聽聽看 我面前一天 海生世界在哪裡的歌 但這是處於的電視台 會唱了 海生世界在哪裡的歌 但這是處於的電視台 海生世界在哪裡的歌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感謝感謝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 謝謝